印度是一个很要强的国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印度的对外军构环境 可谓顺风顺水 各种西方先进武器都是照之抵赖 但让印度人气美的就是 无论花再多的钱 买再多的新装备 与中国的差距却越来越大 尤其是在战略力量建设领域 中国的发展速度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印度烈火洲际导弹 在陆基和力量方面 印度最出名的专案 就是烈火系列洲际导弹 型号从1至5 射程从700到50公里 勉强构上了洲际导弹的范畴 但事实上 以印度最先进的烈火-5洲际导弹看来 其技术水平仅仅相当于 30年前的中国东风4导弹 高超音速飞行器 现如今 随着高超音速概念的带入 弹道导弹的技术已经发生了革新 中国东风快递系列也全部换装了滑翔机动战斗部 全面进入了高超音速武器时代 看到这里 还没真正掌握洲际导弹原理的印度又筑集了 于是 也立下了自己的高超音速飞行器专案HSTDV 悲剧也因此发生了 事故现场 不久前 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航空动力实验室 发生了爆燃事故 负责研究高超音速武器专案的工程师当场送命 这是一款基于 超燃 重压发动机 速度达到6马克等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但很显然 跨代研究的后果就是鸡飞弹打 且不谈印度是否具备足够的技术积累 仅仅是以6000多万卢比 折合500多万人民币建立的风洞 就知道印度人有多么不靠谱了 印度高超音速武器方案 而反观中国 在超燃重压发动机领域 也早就依稀绝尘 相关试射活动已进行过多次 连美国都自叹不如 目前看来 无论是以华翔战斗部为依据的高超音速的导弹 还是以超燃重压发动机为依据的高超音速飞行器 中国都已经守到齐来 甩开印度十几条街不止